在空间 这次漂亮 领先优势 得亏 熬到了第一个官方暂停 要不然第一节两个暂停就 给过来 自己打了 打中 这个时间又到了青岛队群起而攻之 没了 终于有得分 终于有得分 而这时候刘川青上场之后 内线的高度增高了 所以节奏可以稍微的空一空 但是还是红切 大家都是一个节奏 给发现要不要来一个 打进 受率真的是太高了 有球迷也在输 篮下位置 再看外线 并且现在的林武汉在之后的整个进攻依旧有着一定的组织 展龙掩护之后到底角 杨静萌出现空位机会再重 暂停等了 等到还剩半截的时候的官方暂停出 离过来 林武汉没出手 但是其他人接应不到位了 自己来了 转了一圈发现还得自己来并且打进 这样一来 领先优势变成了十 这支球队的确太依赖了 外线 空歇过来 干扰了 这一球没问题 直接抓过来 再来看手掌弓 底角已经站位 假动作过来之后 漂亮 孙悦 九投一中 这和赛季刚开始的亚郎斯有一拼 造成犯规 要拔三个了 拔中之后 最好的可能就是二十分的优势 打铁就算了 打铁就算了 高位接球 还是给林武汉掩护 再来一个外星 这次咱们球 积极性啊 拼到位了 这球太漂亮了 队友应该第一时间啊 就马上过来扶的 一个人啊 我们再来看 马上出界的一瞬间 这怎么就给救回来 好球这次 直接抢断之后 按节奏来 领先优势过来 还是篮下 还是篮下 关键打进 这球直写 好球这次 抢断之后 上篮打进 和后面的从容上篮 还是回顾了刚才这球 价值连城的一球 那 新老队终于是争取来了 所以说就是 你把握的够好 还能保证领先 这是一个相对有意义 那两次判法始终有待上去 换其他专场也会怎么输 先看这次胡顶的出手 打进 真是大心脏 被抹平了 所以现在不容有失了 这是一个不理因素 但是希望这批队员忘掉之前的事情 甲头真传 魏炳太漂亮了 这次 那就力保常规时间不输 林伟瀚 比赛还是继续了 12秒钟 孙悦这点 偏了 蓝板球 直接拿到先拿住 这球不着急 先拿住 还是要先控球拳 对方一定会在接下来想一些办法 如果这球青老队打进 那接下来主动拳完全站在自己这边 打不进的 其实也有打不进的办法 转过来 最后一下 篮板 篮板再保住 对方只能犯规了 所以现在不能着急 现在不要着急 林伟瀚的选择是对的 选择是对的 选择是对的 这球进线了吗 提前进线了吗 今天MVP 有人说给林伟瀚 我觉得当之无愧 真的他在场上真是稳局面 第二阀中